看到环境打扫就想到登革热 高雄市登革热境外移入的个案有暴增的趋势 比起去年同期明显上升 市府卫生局成立决战境外防疫粉丝团 凡是民众要出国之前完成居家环境的检查 就可以到小港机场投入抽奖券 并且上传和抽奖箱的合照就可以获得奖品 高通通示范拿着抽奖券到小港机场 出进大梯的抽奖箱 在投入前和抽奖箱拍下合照 再上传到最近成立的决战境外防疫粉丝团 就可以获得奖品 只要有上传成功 那我们会制证这个纪念品 那纪念品包括旅行的六建筑 或是这个自拍神器 那这个部分只要有上传 我们就会联系民众来领取 市府卫生局大动作成立防疫粉丝团 又推出豪礼 是因为截至目前为止 高雄市的登革热境外移入个案 暴增到20例 让防疫人员大为紧张 那高雄市截至目前 登革热的境外移入数 有高达到20例 那相较去年的同期是13例 是偏高了非常多 那在全国统计的部分 高雄市的境外移入数 也高居到全国第二 那仅次于台北市 那显示我们高雄市的登革热的 境外移入那造成这个社区感染的风险 仍然是非常高的 除了和抽奖箱合照可以获得好礼之外 在照片下留言选出三名佳作 还可以获得餐券每人两张 而抽奖券还可以参加 周周送礼券月月得平板的抽奖活动 回国之后主动采血筛检 也有250元礼券 只要有完成采血 那一旦经过确诊 是登革热或者是指卡 或者是驱躬病等等 那我们卫生局这边 会加赠这个通报奖金 信贷币2500元 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严峻 卫生局呼吁前往流行地区 务必做好防蚊措施 回国之后21天之内 如果有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 就赶紧就医治疗 港都新闻潘志光 赖长邦采访报道